大家好 欢迎收看杨造时日谈 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为大家选了十位 在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村上春树》 同时要来介绍的是《村上春树》 最受欢迎的其中一部长篇小说作品 那就是《挪威的森林》 之前跟大家提过 《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出版了之后 变成了一个惊人的现象 因为在一年之中畅销四百万册 然后翻译成为中文 在台湾后来到香港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各地 也都征服吸引了大批的读者 为什么这部小说这么受欢迎呢 从一个角度来看 好像是有基本的道理 因为它是一个好看的浪漫的爱情小说 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我们要更进一步体会《村上春树》 在文学上了不起的成就 这其实是一部非常悲伤的小说 《挪威的森林》不只是一部非常悲伤的作品 在一开始《村上春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层的主题 贯穿在这部小说当中 小说开头的时候 这个叙述者我 他坐在飞机上 他是在飞机上突然之间 从机舱里传来了 Beatles的歌声 那就是Norwegian Wood 也就是这部小说的宿命的来源 《挪威的森林》 他突然之间没有防备地听到了这首歌 而想起了拿奥口 直指他过去曾经爱过的这个女孩 然后产生了非常非常深切的悲伤 在那个悲伤的过程当中 他甚至引起了空中小姐担心 但是他一定是身体不舒服 赶快过来关注他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伤心 就在这里《村上春树》 其实就写了不只是贯穿了 《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 甚至延续扩展到 他很多部小说的一个共同的关怀 他就做了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 拿口直指告诉叙事者我的 告诉他人生好像是 在天快要暗的时候 走在树林的边缘 而这个树林里面藏着一口井 这口井它的位置没有标示 井的旁边也没有井圆 没有井蓝 让人可以知道在那里有一口井 再加上天色渐渐要昏暗了 再加上这是在树林的边缘 所以人在一边亮一边暗 这样一种视线变换的风险底下 一不小心你就掉进到这个井里去了 然后指使他的说法是 如果你掉下去 你的脖子就断了 你就死了 那就没事了 那可是如果你没死呢 如果你只是断了腿 然后你就掉进到 绝对没有任何的希望 自己能够爬出来的这个井里面 那你怎么办呢 在你旁边是可能有青蛙 有蜥蜴 当然可能还有在这之前 掉进到这个井里面的 这些人的白骨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你就必须要待在那里 熬在那里 一步一步的 一分一分一寸一寸 感觉到自己生命的流失 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景象 而这整部小说 乃至于贯穿了《村上春树》 他的作品最重要的关怀 就是要一直提醒我们 人生真的就是如此 太多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打击 就想把你丢进到那个井里面去 你怎么办呢 而小说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一段 既如此的感人 却又如此的哀伤的爱情故事 发生在《叙事者我》 杜边君跟侄子之间 那就是因为用这个比喻的话 他们两个人被同一个事件 在同一个时间丢进到了这口井里 那是杜边他在高中时期最要好的朋友 同时也是子子的非常亲近的男朋友 叫Kizuki Kizuki在这样一个天气非常好的五月的下午 他跟杜边两个人一起去打撞球 在打撞球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异状 然而他打完蛋子回到了家里 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的车库里 藉由车子所排放出来的一氧化碳 自杀死在车子里了 他死了 他就走了 但是留下来的这两个人 就像突然之间掉进到井里面一样 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Kizuki会就这样死去 他们17岁没有办法理解 死亡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把死亡这件事情 放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两个人都因为这样陷入到了一种迷茫 经过了一段时间 杜边他在电车上遇到了侄子 两个人这个时候真的是相濡以沫 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给予彼此安慰 所以小说里描述了那个荒唐的场景 这两个人都18岁 他们就沿着东京的街道上 一直走路 一直走路 也不太讲话 两个人就只是相陪伴着 一直走路 这就是他们应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的打击 没有办法当中无奈的办法 杜边爱上了侄子 侄子也愿意努力爱杜边 但是那样横在他们中间 他们之所以连结在一起 是因为吉兹吉兹吉兹之死 对他们来讲是永远没办法面对 也永远无法解释的一个谜 因而这样的关系永远在死亡的阴影 跟爱上当中 这是这个小说当中其中的一段爱情故事 这段爱情故事 接着进一步地把侄子带到了 京都附近近角山上的一所疗养院 因为侄子的精神状态非常的不好 他必须住到疗养院去 然后杜边他就带着 汤马斯曼的摩山 去到了疗养院去探望侄子 又在探望的过程当中 认识了林子姐 那这里又显现出 《村上春处》后来 也是他写小说的基本的方法 那就是他小说里 藏了各式各样的典故 那这是我们读 《村上春处》小说的 另外一个玄机 比如说因为他要搭火车去京都 然后还要搭长途bus 去到这个疗养院 然后又要在疗养院待两天 所以他带一本书 不是很自然的吗 就带着书在路上看 那他带什么书 并不重要 然而《村上春处》 都不是这样写小说的 他会明白地告诉你 刚刚我提到了 他带了《Thomas Mount》 《Magic Mountain》 而《摩山》这部小说 八百页非常长的 非常厚重的小说 在写什么 在写一个年轻人 那个时候他得了肺结核 因为肺结核病的要求 所以他要到瑞士的山上 一所疗养院里去治病 那他在疗养院里 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 在那里他和这些人讨论 生命的意义 体会到了生命更深层的 各个面向的可能性 为什么 是《摩山》 或者说 有没有读过《摩山》 我们愿意不愿意 为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村上春树》 在挪威的森林 疗养院这个场景 他所要表达的 去读那个厚重的 《塔玛斯曼的摩山》 就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认知 虚处则我 杜边君跟侄子之间的关系 还不止如此 在小说里又写了另外一段 一方面看起来像复献 但是到后来 就会让我们更知道 有着深刻意义的爱情关系 那是介于杜边君跟小林律之间 而小林律是谁 小林律最大的特色 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孩 家里面开书店 爸爸得了癌症 妈妈早就已经走了 她跟姐姐两个人相依为命 又要照顾爸爸 又要照顾书店 还要再找到特兴大学 继续去度过她的学生生涯 这个多重的压力 但是小林律没有被压倒 所以到后来 我们可以这样看得出来 这部小说 它真的不单纯是爱情故事 它内在有一股 在哀伤当中 最后慢慢透显出来 压过哀伤的一种 昂扬立志的性质 它就是在告诉我们 让这两个人 杜边跟侄子 掉进到坑里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是 吉斯基 放弃了她的生命 从一个意义上来看 吉斯基 逃避了她的生命 因为她逃避了她的生命 结果 她身边最亲近 最重要的两个人 就陷入到 没有办法回头的 悲剧当中 但对应 另外一边 是小灵律 小灵律最重要的 虽然她看起来 疯疯癫癫的 虽然她有的时候 也会受伤 她受伤的时候 她也会闹别扭 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 自己活着 作为一个人 去追求自己的感情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那不是权力 而是责任 她愿意承担 这样活着的责任 所以她最后 不只是感染了杜边君 更进一步 她解救了杜边君 她也解救了 这整部小说 让那样的一种 深切非常冰冷的 悲伤当中 透显出热情 以及透显出温暖爱 这是春藏春书 她所写的 最受欢迎的 挪威的森林 介绍给大家 跟大家用这种方式 进行解读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